梁國雄議員 可以全數收取這些津貼 而最近政府推出了三項新的經濟補助措施 等低收入的公共行政工作人員提出申請 其實這三項措施都是屬於個別和臨時性的 它的對象包括有未成年子女的公務人員 以及父母入住安老院社的公務人員 當中對於有未入讀小學子女的公務人員 向她發放的補助金額是790元 而對於有就讀小學或者中學子女的公務人員 她的補充教育輔助金額也是790元 對於這些有子女就讀大學的公務人員而言 就造成了歧視 而這樣公務人員在本澳或者外地就讀大學的子女 不需要這些補助 其實上述這三項補助是每月發放的 而且適用所有身奉點200點或者以下公務人員 因此這些身奉點是220點或者240點的勤集人員 就會被排除之外 這樣就造成了不公平的情況 直至今日都沒有人知道究竟 以什麼科學標準或者做了什麼科學研究 令到這些勤集人員之間出現了過往都沒有 十分不公平的對待 就好像我們剛剛這樣說 這些補助是臨時性的 不可以解決大部分前線低收入工作人員的問題 尤其是當他們退休了之後 他們是很需要這些補助的 因為這樣可以對抗通脹和消費品價格的飆升 另一方面公共部門的勤集人員 無論在薪酬或者工作要求方面 或者工作量方面都是最受損害的階層 現時勤集人員無法支付 無法應付所有的生活開支 三個蓋不夠禁五個煲 因為他們的身奉點都是脫離現實的 此外他們要一腳踢 就他們的工種 以及他們不能收取超時工作報酬方面 他們都是被嚴重剝削的 那麽一群市是明顯低落的前線工作人員 尤其勤集人員 對新領導班節來說都是毫無益處的 但是我們相信我們要有勇氣面對這個問題 這樣有望在今年底解決這些不公平的情況 讓他們得到應有的東西 多謝